农历春节假期 六天的假期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做安排 现在北中南的各大乐园 纷纷祭出优惠 就是要来抢这个过年财 像有业者推出 12岁以下属羊 或者是姓氏姓羊的话 就可以半嫁入场 另外台北的儿童新乐园 原本大年初五是修馆的 但是现在决定要营业 欢迎大家来玩 拍了长长人龙 赶在喊假最后一天 不少民众一大早 就带着小朋友们来游乐园玩 但这人虽然没比元旦假期还多 有的设施还是要等个半小时以上 寒假期间 单日最高的路远人数是2万人 大部分都是一些安亲班或补习班 在做消费教学 我们这次预估呢 大概可能会上看3万 年假太多了 那趁这个时间赶快来 除了北部市区乐园 小人国六福村也推出板价邮会 扩装扮成羊旧折架 中部则是12岁以下属羊免费入场 一大世界不止属羊跟大搞创意 姓氏只要念起来是羊 优惠228元 第一次来 10分钟吧 30分钟有了吧 小孩子好玩就好 担心排队的民众排多久 停车等及时资讯在官网上 其实都看得到 锁定留在台北的民众 新儿童乐园原本出雾 巧遇周一修管时间 最后决定加开 入场时间也将比照圆旦 提前15分钟入场 抢赚过年财 这张纯会周一蝶台北报道